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盘所需的指南针又称天池或海底 其中包括圆柱形外盒、圆形底面、顶针、磁针和针帽 大家下入炒中锅 沸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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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沸腿 盐巴 它還怎麼 這個就沒有 至此 一枚指南針的各個部件 已經基本加工完成 在組裝成型之前 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部 也是它為何能指南的秘密 那個池草我是組裝傳下來 幾百年的那個是飲食池草 我們那個祖傳的那個池草 它的性質比較穩定 比較軟 只吃到那個粉 不吸鐵片 所以說在那個指南針上的那個 那個池草的時候 指南針也非常漂亮 是傳家寶的 是祖傳傳家寶 這代代相傳的除了記憶 還有在這背後的態度 在現代工業的衝擊下 仍然堅持古法手工製造 用幾十道工序去完成一件小眾的工具 這樣有點傻的堅持 只為將羅盤注入一絲鮮活的溫度 送到懂它的人手中 因為只有它們 才懂得那些超越其他的一點差別 無論文字幕組員 唯有的 評論文字幕組員